現在要做投資 尤其是股市的投資非常方便 如果你很忙 沒有時間研究的話 那只是一個投資的新手 又不想只是單買個股 想要透過一籃子的股票來投資的話呢 好消息就是 現在已經有非常多的ETF 可以作為你的選擇 那如果你想要追求高股息 那就像台灣的0056啦 美股有VYM可以做投資 那如果你想要追求高股息 又想要低波動的話 台灣現在也有推出00731可以選 那如果你看好ESG的公司 覺得說 公司的永續經營很重要 也是未來的趨勢的話 那麼也有針對ESG的ETF 還有各種各式各樣特殊的要求 實在是講不完的ETF 那在這麼多琳琅滿目的ETF裡面 我到底要怎麼選呢 嗨你好我是小飯 今天我想要跟你聊聊 一個方法來判定你的ETF投資是不是對 你可能會很好奇 不是應該要看這個投資的內容嗎 還有他的手續費 他的追蹤標的 投資的準則等等 怎麼會只有一個方法就可以來判斷呢 我這邊講的其實是一個比較簡單的準則 當然還有其他輔助的東西可以來走 但是呢 我覺得這個準則 卻是一個最重要 而且最簡單 完全不需要什麼樣的分析工具 也不要任何的財經背景 而且啊 如果這個方法都過不去的話 那其他的通通都不用講了 在進入細節前我先說明一下 這是一個討論 投資理財 資產配置 被動收入的頻道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請記得按下 右下角的訂閱 還有小鈴鐺 並且選擇全部通知 就不會錯過所有影片喔 好那我們開始吧 那我剛講的到底是什麼方法呢 很簡單的 你只要去試試看 當你去分享你的投資 讓你的一般的朋友 不管是同學啦 或者是同事的聚餐 你可以觀察看看當你講的時候 如果有90%以上的場合 都沒有得到任何的共鳴 然後也沒有什麼人想要繼續問 你在投資方面的細節的話 那麼我想這個就是一檔 可能是成功的投資了 比方說像我們這個頻道 常常在鼓勵大家買的VT好了 我從來就沒有看過有人啦 至少是我自己 可以在一個地方跟人家講上 一個小時 而且大家都在熱烈討論的 甚至想要超過10分鐘 都很難 因為這個實在是太無趣了 那也許你會問 為什麼這個指標是有用的呢 接下來我就來告訴你 原因有兩個 第一個 沒有話題性 現在台灣有了非常多的ETF 當然啦如果跟美股比的話 美股可能種類更多 但是這些ETF裡面 大部分都有它自己的投資策略 像是台灣人最愛買的0056好了 講的就是高股息的ETF 這個大概從我小時候聽長輩在講 常常都在問 這個股息是多少 這樣子不斷的灌輸在腦袋裡面 股息就是在討論投資裡面 一個蠻基本的指標 那如果你現在是有在注意高科技的 像我有一位買特斯拉車子的朋友 他告訴我說他自從買了特斯拉以後 他甚至可以大膽的在高速公路上 用一些特殊的方法去騙特斯拉 讓車子以為他的雙手還浮在這個方向盤上面 然後接下來開開心心吃著他的麥當勞 然後看著自己的餐點 不用一直看著前面 然後手油油的這樣亂摸 也不怕薯條 不小心被這個手撥到旁邊去 你可以吃完了以後 兩隻手擦擦乾淨 收拾好 然後呢 再用雙手放到方向盤上面 同時啊 還可以很愉快的 在車廂裡面 進行網路的會議 我這個朋友已經推銷出去 10台以上的特斯拉了 你說呢 由他來推銷電動車相關的ETF 是不是太有說服力了呢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看 網路上 是不是有很多人在分享 ChatGPT的各種應用 他不但可以解決你的一般問題 甚至可以跟你深入的對話 不像是Google 你只能一問他一答 你還可以創造內容 像我做YouTube的內容 甚至都可以請他幫我想一些點子 然後從這些點子 再進一步去發揮 這樣子的AI 進展到連Google都嚇到了 本來在幕後的兩位創始人都受不了了 現在又出來做事情了 因為他們意識到當Microsoft的Beam 和ChatGPT合併以後 以後的搜尋會有天翻地覆的變化 如果Google他維持目前現在這個樣子 那Google的網路霸主一定會受到影響 那麼如果我用這兩個故事來說明 再來鼓勵你去投資AI相關的ETF 是不是覺得未來的潛力非常大呢 那買個QQ簡直就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我上次拍的不建議購買QQQ 就被人罵的半死 但是如果再跟你講投資VT全球的股票 那請問我到底要講什麼 每次都能斷出新的猜測嗎 我有前面的AI音樂或者是高股息動人嗎 實在是太難了 那另外一個原因就是第二個 獲利不夠快不夠大呀 試著問一個問題 如果今天台積電不小心有一個工廠發生爆炸 那請問你明天想要賺個快錢 是不是馬上去賣空台積電呢 然後三兩天賺個5%也好 如果你知道某個國家它發生了戰爭 或者是遇到了天災人禍 是不是馬上就會買那個國家的市場型ETF 負一負二 然後放個幾天說不定 也會來個10%左右的報酬呢 好吧 如果說這個只是兩三天 我沒有時間去做 那當我們現在聽到 美國的利率 好像升到這個階段應該會停住了以後 那這個時候如果我們去買常債 好像應該會是在最低點的區域了吧 等到未來如果降息了 那是不是就可以豐收一段呢 所以這個時候買TLT 也就是長期債券的相關的ETF 不是一個很好的時機嗎 那放個幾年應該是穩賺不賠吧 這個時候平常沒有人聊的TLT 就會突然變成一個熱門的話題 再以我平常推薦指數型的ETF VT 為例好了 從來就不會有個兩三天 突然給你漲個5%這種事情 就算放個一年 突然它要漲個15% 我想都不敢想 你說當別人都在講前面那幾種投資方法的時候 我拿VT來講是要比什麼 所以從前面這兩個點我們就非常清楚 做指數化投資的時候 那個因為沒有話題性 也沒有上下的波動 所以自然跟別人就聊不上來 而沒有話題性 跟沒有上下的大波動 它恰恰就創造出了三個優點 第一個 心情不會隨著市局的變化而起伏 因為沒有什麼人要聊 你的心思也不會被這些新聞 旁邊的人的聊天 去影響到你自己所買的那支ETF 感到去懷疑而去動它 這個就會確保你去持有它更久 第二個 平穩的波動讓你買入更安心 因為你不會遇到前面剛剛講的暴漲暴跌 你只要定時去買 不太會因為買的時間點不對 比如說我只是差一個小時兩個小時 或是差個兩三天 就讓你損失巨大的報酬 也因為這兩點 就會讓你產生最重要的結果 也就是第三個 穩定的持續活力 有個例子我常常舉例 就是如果我們今天有三年的時間好了 小明跟小英他各有100萬可以做投資 小明他用指數化的投資 假設他每年的固定獲利就是7% 三年後就是賺了22.5% 22.5萬元 那小英用了前面的策略性的ETF 他第一年賺10%是110萬 第二年他虧了10%資產是99萬 那第三年的小英 他必須要用23.7%的驚人獲利能力 才能追上小明的總資產 122.5萬 這裡還沒有算的是小英這三年來 不知道要花多少力氣 在選擇正確的投資標的 可是小明可能一年只花不到兩個小時 那麼 小明多出來的時間 對他人生可以創造多少的價值呢 所以其實不管我是在講和家人聊不上天的兩個原因 或者是用指數化投資全市場的三個優點 其實歸根結底就是你打算用什麼樣的投資策略來處理你的財物 而現實就是 在這個市面上有95%的ETF 他的投資工具 他都是希望你被他的故事打動 然後用他的工具來投資 因為啊 不管你有沒有賺錢 只要他賣的ETF 越多 然後呢 透過他的內扣費用的 比例 他賺的就越多 這個就是一個最基本的道理 那為了要吸引你去買 對他來講 最動人的故事 吸引越多人買的 創造最高的價值 那那個價值 是來自於你的錢包 不是他投資的標的 而如果你真正關注你自己的投資獲利 我真心覺得 低成本的全市場指數化投資 是唯一的選擇 那偏偏這個方法卻是 最無聊也是最枯燥的 因為他的成本低 也沒有錢去找名師來推薦 甚至佛心的他還會降低費用比例 所以你會看到他在市場上ETF的比例 總類是最少 產品線是最少 幸好這類的產品是最早推出的ETF 他目前流動的市值還是蠻大的 但是我千萬不要覺得 這樣子枯燥的投資是沒有用的 因為過去的歷史到現在已經證明了 全市場的指數化投資 勝過了80% 那些在市場上進進出出的人 而且願意堅持全市場的指數化投資 平原他要做的功課 常常是非常個人化 而且比較深的 因為要先做好研究 去理解他的根本原理 才能夠去堅持 他就沒有我前面講的 那種其他的策略型的ETF 這麼樣的動人 策略型的ETF 他可以講的非常的高大上 他用各種不同的策略來滿足 各種不同需要的人 而全市場的指數化投資 他唯一吸引人的地方 大概就是你不用再去跟別人一樣 去研究啦 去關心股市 你只要一次性的了解 然後就可以繼續 安安穩穩的 每年獲得總體市場 他所得來的報酬 那這個部分詳細的操作 可以參考我的頻道 其他的影片 像是這部影片 講說生活選股 也是很多人投資的錯誤的視角 更是我自身的痛 所以我希望你不用重新再來 更不要背一句 所謂打造自己的ETF 這種話術給騙人 如果想要一次到位學習的話 如果你不想再自己摸索的話 你也可以參考我的免費線上課程 我在影片說明欄裡面就有連結 我希望看到這部影片的你 就算你現在不相信我講 也可以開始做一些嘗試 然後再跟那些感動你的ETF去做比較 請你把它放個兩年 你就會開始感受到指數化投資的威力是什麼 反正這也是一個新的投資方法不是嗎 那如果你是受到指數化投資的好處的朋友 歡迎留言告訴我 你現在和那些主動投資的朋友 是怎麼樣聊你的投資呢 那如果你今天不同意我的說法 也歡迎留言告訴我你的看法 想要聊什麼話題也請讓我知道 如果你對投資理財 資產配資和被動收入情緒的話 請記得按下 右下角的訂閱 還有小鈴鐺 並且選擇全部通知 就不會錯過所有影片喔 我是小飯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